在厦门工作的台胞李文荣,1月18日来到厦门鸿爱医院,自愿接种了大陆国药集团生产的新冠疫苗第二剂。 这也是目前已知在厦门最早完成两剂接种新冠疫苗的台胞。 经过登记核对信息,填写知情同意书,测量体温和询问健康时的流程后, 台胞李文荣进入了成人接种门诊的接种室, 护理人员取出新冠疫苗,并介绍了疫苗的有效期等信息。 数分钟后,李文荣完成了新冠疫苗第二剂的接种。 来自台湾高雄的李文荣, 从1990年开始从事医疗检测行业,2017年来到厦门发展, 如今是厦门麦克迪奥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。 从2020年2月20日开始,李文荣与员工在厦门一线提供核酸检测服务, 因属于感染新冠病毒风险相对较高的人群。 收到报名通知后,他在自愿申请知情同意的前提下, 主动报名参加疫苗接种。 报名的时候呢,我就隔了两天,我就过来打第一剂疫苗。 打完第一剂疫苗以后,28天以后,我现在过来接种第二剂疫苗。 对,完全都是出于个人的意愿。 新冠疫苗储存需满足一定条件,如以预约登记接种而未如期完成, 可能造成疫苗浪费。 同时,患急性疾病、严重慢性疾病的人群,目前不适宜接种新冠疫苗。 因此,所有自愿接种疫苗者均需填写有关知情同意书。 从事医疗检测工作近30年的李文荣表示, 对大陆的新冠疫苗很有信心, 尽早接种疫苗对自己和家人是一种保护,对工作也是一种保障。 我常常也去知道怎么去采集样本。 所以我很直接的,我从2月20号开始, 我就在帮一些需要受减的人员做采集的工作。 所以打了疫苗以后会让我觉得我会比较安心, 这是第一个。 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自己本身接受了疫苗, 自己在日常生活上并没有受到太大一个影响, 反而是觉得说会比较安心。 接种后,李文荣在观察室留关了30分钟, 无异常后取得预防接种凭证自行离开。 据了解,除厦门外,福建福州、张州、广西桂林和玉林等地, 近日也启动台胞自愿免费接种新冠疫苗报名登记工作。 谢谢。 感谢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